地理环境对我国区域发展影响有多大 今天小编给您普及一个小知识 经济地理学 您要问了 地理呀我初中就学过了 这经济地理学是研究什么的呢 要知道为什么我国的城市有大有小 为什么有的地方发达 有的地方不发达 这背后有什么法则在支配 如何让人和国家的城市 环境更加和谐 人与城市区域关系更加合理 效率更高 这就不得不说到经济地理学了 今天小编就带着各位小伙伴坐上时光机 来回顾一下我国各个时期经济和地理的关系吧 做好符文 我们开始咯 时间回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 我国的政策战略是把国家分为 沿海和内地两部分 那重点建设应该在哪儿 是沿海还是内地 答对了 就是在内地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 因地缘政治环境的原因 国家经过反复研究后 决定实行一二三线的战略 把建设重点开始向大三线地区转移 以四川盆地为核心 加上部分贵州地区 以及玉西 湘西 厄西地区 所以说国家付出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为这些地区奠定了良好的工业基础 不过 这些地方要想卖过重重大山的组阁发展经济 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转眼到了1979年 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政策战略再一次调整 这一次重点从内地转移到沿海 开始在广东和福建实施特殊措施灵活政策 直到1986年 我国又提出三个地带政策 东部地带的沿海仍然作为发展重心 同时中部地带开始布局一些重点项目 西部地区则作为未来战略上的准备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沿海经济的增长明显要比内地快得多了 在1996年 我国再次做出调整 开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来听听中国科学院院士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陆大道 在中国经济大奖堂中是怎么说的吧 中国那个时候就正式设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主要是考虑到东西部地区 特别是西部地区 这个领域TP和基础设施 深大环境也负担太重了 这个东西部地区的这个差距 这个扩大的喇叭口是越来越大 也许您要问了 这协调发展的战略有啥优势呢 先来了解一下我国的自然地理环境 你就懂了 在我国有三大自然地理分区 第一是东部季风气候区 地势大多以平原丘陵为主 降水量丰沛 细合宜人 是居住与经济发展的绝佳选择 因此这里聚集着我国90%以上的人口和经济 第二是西南部的青藏高寒区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 虽说这里有一些高原地带 可以发展牧业草原和其他经济 但是受到自然环境因素的限制 并不适合发展经济 第三个地区呢 就是西北干旱区 每年400毫米以下的降水量 少到让人心痛 有些地区甚至少于200毫米 对比长江流域1000到1500毫米 两广地区2000毫米以上的降水 唉 要想在西北干旱区发展经济 本身就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呀 所以呢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提出到现在 就是要依据不同地域的具体特点 来制定协调合理的发展战略 这是基础 更是我们区域发展的定海神针 央视财经威奖堂 带你瞄动中国经济 纳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